在热闹的开场舞之后 为刚成立的台湾经典老茶发展协会 增添了不少喜气 而地点也选在相当具有指标性 且古色古香的宝岛时代村 而成立经典老茶协会的目的是要让台湾的茶农 不要见价贩售自己辛苦所栽种的茶叶 茶是存放越久越有价值 希望透过这次的常茶活动 能带给茶农不一样的想法 这些茶农在每一年所产生的茶叶 之后不要见价来销售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一般的消费者不了解 台湾的茶叶是越放越好喝 越放越有价值 所以我们希望所有的国人都知道 台湾的茶叶可以放越久越好 所以我们的茶每一天每一年所做的茶叶就不要急着卖 好好的做好好的放好好的长 然后越放越久 越久就越好 然后越好就越贵 而现场也邀请了许多茶艺师现场吃泡优质的茶 更让现场充满茶香气 常茶的活动 积极我们台湾来自各地对茶叶有兴趣的人 来家分享他自己的心得 他怎么收藏茶叶 让茶叶能保持更久 让茶叶越久越芬芳 透过这次的常茶活动 不仅能提升台湾茶叶的价值 更能让茶文化永续流传 记者李永胜草屯采访外道